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叫做隐秘的角落 隐秘的角落没听过 其实我很少这么晚熬夜看电视剧了 很少 是国产局是吗 对国产局 是一部国产局 确确的说是一部网剧 然后现在特别火 然后它主要是以那个青少年犯罪为题材 然后它这个剧本 我跟你说特别过瘾 然后情节欢欢相控 演员的演技其实也挺好的 尤其是那三个小演员 我觉得可以说是演技报表 你想想十来岁的小孩 他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强 他不但可以敲杀勒索 而且一张口就是三十万 看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三观都颠覆 你想想二十多年前 我们在干啥 整天也就是傻乐傻乐 吃喝玩睡的 是不是 隐秘的角落我没看过 但其实我前几年看过一部 英国人拍的电影 叫做Detignment 那讲的是呢 这个在1990年的时候 在英格兰北部的 这个Mercyside这个地方呢 当地有一个妈妈呢 带着自己三岁大的儿子 去逛商场 那买东西的时候呢 妈妈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 她扭头发现孩子不见了 然后就赶紧去找这个 商场的保安 调监控录影 那之后呢 发现这个监控录影呢 上面有她的儿子呢 被两个十岁大左右的 这个男孩呢 带走了 看起来就像红 这个孩子去玩一样 出去玩一样 通过这个警方的搜索呢 最终呢 是在商场附近的 一个火车站的 铁轨的地方呢 找到了这个男孩的 这个遗体 而且法医鉴定呢 这个孩子呢 在生前呢 还被折磨过 是非常的惨 那最后呢 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 监警报告一步出来之后 那两个男孩呢 最后也承认了 自己做过了这样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当时呢 英国人都震惊了 大概有二十多万人呢 要联名的要求呢 英国法院方面要重判 至少要判 这些孩子 每一个人呢 要做十五年的牢 但最后呢 其实英国法院方面呢 没有判这么重 但是加了一条 就是说他们服刑结束之后呢 永远都不能够返回 他们的所在地 那其实呢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英国人也在考虑 该怎么样给这些 犯有这个 触犯法律的孩子们 量刑的问题 那最后呢 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是决定了 十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呢 是必须要 这个接受法律的惩罚 如果他们触犯法律的话 十岁就必须要服刑 对 就您说的这部电影嘛 我其实是没有看过 但是这让我想起了 就是英国的近代社会啊 就是还是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臭名昭著的一个案例 是我之前买过的一本书 是叫做看不见的哭声 讲的是一个叫做 玛丽的小女孩 她在十岁的时候 就杀害了一个 四岁的小男孩 然后她又在十一岁的时候 又杀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然后最终呢 她是在大概 我好像记得是1968年左右吧 被法庭判以误杀罪 就处于这个无期徒刑 但是也是由于 她在这个牢狱中啊 表现非常的良好 所以就提前释放 她那个自传里面呢 主要的也就是记录了 她的那个原生家庭 对她造成了一些影响 就比如说 她在里面就提到 她自己的生母 就非常的放荡不及 然后还有一个偷盗 惯犯的叔叔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按照她母亲的说法呢 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是她的亲生父亲 结果你这样看看这些东西 你会很难以想象 就十多岁 她就开始过着一个 就是那种非人的生活 就是英国的这个卫生年的问题呢 其实一直都没完没了 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 其实也碰到过 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直播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问题 有卫生年的孩子 他突然呢 冲进了我们这个直播的 这个工作地点 做各种的鬼脸 各种剧啊 破坏我们的工作 那还有的呢 干脆就骑着他们的 这个滑板车 自行车呢 冲向我们 对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们 这个措手不及 如果去往向警察 投诉 其实也没有用 所以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呢 是不了了之的 这种事情在英国非常多 哎 曹老师 我记得您之前 去中东地区的时候 好像也遇到过 类似的问题吧 对 不仅英国有 其实我们出差的时候 我碰到过这类似的事情 但其实我不是非常清楚 当地的未成年人 出现面临这种问题呢 是当地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呢 还是其他更复杂的原因 但是我可以讲个例子 比如前几年我去这个 叙利亚报道 当地的内乱的时候呢 就是先到了这个贝鲁特 到了黎巴嫩 从机场呢 我们开车呢 穿乘要去这个叙利亚方向 那路过一片地区的时候呢 当时呢 突然呢 就是碰到了一群孩子 他们扛着枪拦住我们 我同时都傻了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呢 有儿童的雇佣军啊 有这些问题 但是真正你看到 就十几岁的孩子 拿着枪指着你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点这个 觉得很难接受 那和我们这个掏完字之后呢 我们大概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它要检查我们的这个 车里所在的行李 是不是有什么 对他们不利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打开给他看了 其实他也没有说出什么 所以然 但是还是不让我们走 那最后呢 我们不得不呢 给了他点钱 这样呢 才放我们过关 这一趟也现实了吧 就说明他是个老手 这个蓝鹿虎 战胜为王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是他的一个职业了 但是问题是他的年龄 在这个时候 在他的年龄 他不应该干这个 或者他应该说 他永远都不应该干这个 但是他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们看到呢 这些孩子呢 在他们这个 不应该这个 想这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的 这个年龄阶段呢 去做出了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 震惊的这种举动 这个卫生年人犯罪的问题 触犯法律 做一些他们 这个不符合自己年龄的事情 只是在部分国家有 这么说呢 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真的是 每个地方都会存在 这个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 他们的监护人 他们的家长的问题 还是整个社会 反正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比较复杂的 我个人吧 其实以前在 对这个青少年犯罪题材 这一块关注的 还是非常少的 他们里的一些情节啊 包括就是 尤其是这个真实故事 改编的这些电影啊 我个人觉得 是很难想象 就是说这个 十多岁的小孩 他就能够做出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 对我个人的启发也是 就是以后还是 少刷手机多没完 但是可以说 如果说你要让孩子 放人自留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 肯定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理智的选择 对吧 所以我决定 那就这样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 我就现在 我得扶导我们家孩子读书 抓学习 抓学习 好吧 好 行行行 好的好的好的 好拜拜 董老师